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走进新东方的网络课堂 今天我们学到了咱们这本书的倒数第二课 也是我们最后一个声词部分 下面我们把今天的声词来给大家做一个串讲 surround surround 极物动词包围 我们在141课给大家讲过被动语态 那么前提要是用被动语态的话 我们这个动词得是极物动词 所以稍后在课文中 我们就会见到surround 这个动词用作被动语态的情况 wood 名词树林 那么树林除了说wood以外 还有另外一种表达方式 我们在它前面加上the 后面加个s 树林我们还可以叫the woods 当然大家知道了 wood这个单词做名词还可以指不可数名词木头 wood beauty spot beauty spot 风景点 它是有两个单词构成的 首先第一个beauty 这个词我们在课文中见的少 但是大家要了解一下 beauty其实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beautiful的名词的形式 做名词的时候呢 第一我们可以理解为叫做美丽 第二可以叫美女 都叫beauty 而sport这个词就叫点 那么这个词提醒大家 在拼写上不要和另外一个词混淆 就是sport s-p-o-r-t 那么两个词在拼写上 一个多了一个字母r 一个少了一个字母r 而发音呢就更加相似了 大家注意 我们今天这个点 场所或者叫地点 它是短元音o 叫sport sport 那么运动这个单词呢 是长元音叫s-p-o-r-t s-p-o-r-t 当然了 在美式英语当中 一般啊 美国人当看到原音字母后面 出现辅音字母r 他都会把这个r读作儿化音 所以美国人一般会把运动读成叫s-p-o-r-t s-p-o-r-t 所以听美式英语的话 这两个词应该区分的是比较明显的 hundred hundred 百 city city 城市 thru thru 借词穿过 visitor visitor 参观者游客来访者 这个单词其实很多同学一眼就能看出来 它来自于一个动词叫做visit visit 参观拜访 后面加了一二就变成人了 tidy tidy 整齐的 其实这个词啊 大家并不陌生 我们早在二十九课见过它的另外一种形式 也就是当我们在tidy这个形容词前面加上un un un 是英文中特别常见的否定前缀 此时呢 untidy 就变成了不整齐的 leader leader 杂乱的东西 名词 除了做名词以外呢 这个词我们还可以做动词 leader做动词的意思 leader做动词的时候 它的意思是乱扔杂物 比如我们在很多公共场合就能看到这样的标志 英文的写法是no littering 禁止乱扔杂物 leader basket litter basket 废物框 plice plice 极物动词 放 其实我们曾经在二十九课还学过一个词 跟它可以说是近义词 也当放假 叫做put put throw throw 扔 注意 这个动词是不规则动词 它的过去是叫throw throw 而它的过去分词我们应该叫throwen throwen 这里面提醒大家throw这个词 我们经常用法是throw something to somebody 这个短语的意思 把什么东西扔给某人 当然了目的是为了让对方接住 比如我们看这个句子 throw the book to me throw the book to me 你把那本书扔给我 很多同学看到这个结构应该眼熟 我们前面无数次的提到了 这不是我们在39课和21课给大家讲的双冰语结构吗 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如果用21课的结构的话 我们可以叫做throw me the book throw me the book 那么在这里面提醒大家throw还经常用作一个结构 请大家一定要小心跟我们以上的结构区分 我们还可以说throw something at somebody 跟之前的结构比啊 它的区别是换成了at 而不是to了 那么这个短语的意思跟上个短语有所区别 请大家要注意 我们来看一个句子怎么翻译呢 please don't throw stones at animals 大家看明白了 throw something at somebody 此时就不是说把什么什么东西扔给某人 目的是让他接住了 而throw at表示的是一种攻击 朝某人攻击它是一种敌意 禁止向动物投掷石块 此时呢我们应该用throw at 一个小小的词汇的差异导致两个结构意思根本上的区别 请大家一定要留意 rubbish rubbish 垃圾 count count 数点也就是数数的意思 它用作极物动词 比如说我们说 I counted 10 students in the classroom 我数了一下 咱们教室里有10位学生 那么count这个动词 如果我们后边加er 大家有印象吗 这就是我们在121课给大家见过的一个名词 叫做柜台 counter counter cover cover 极物动词 覆盖 peace peace 名词 可数名词 碎片 那么其实这个词啊 我们早在41课就讲过 当我们把peace放在这么一个结构里面 它就变成了我们41课给大家介绍的量词了 a piece of tire tire 轮胎 请大家注意 tire 这种拼写啊 是典型的英式拼写 在美式英语里面啊 我们的轮胎往往拼写成 tire 也叫tire tire 其实tire这个单词啊 可以作为动词 它的意思是使某人疲劳 而如果在后面再加个d 这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形容词了 叫tire tire 我们早在19课就见过 它的意思是累的 疲劳的 rusty rusty 形容词生锈的 大家知道这个词如果去掉y 会变成什么吗 rust rust 名词锈 或者是铁锈 这个构词法我们之前也不止一次见到了 我们说在一个名词 后面加上y 经常会变成形容词 比如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 rain 叫雨 加到y以后 rainy 就变成了下雨的 snow 名词 雪 而snowy 就叫下雪的 cloud 云彩 而cloudy 就是多云的 所以我们今天的rust 加上y以后变成了形容词 叫生锈的 amon amon 在什么什么之间 有印象的同学你应该还记得 我们在35课好像也学过一个介词 叫在什么什么之间 就是between 不过英文词汇的细腻就在于此 between这个在什么什么之间 它往往特别强调的是在两者之间 比如我们这个句子 Our village is between two hills 我们的村庄坐落在两个小山 两座小山的中间 我们得用between 但如果我们涉及到的人或事物 有三者或三者以上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说在什么什么中间 英文中往往用的是amon 比如我们来看这个句子 There is a river among the mountains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在群山之间有一条河流 那么这个山可就不是两座了 应该有很多 至少它是三座或三座以上 所以此时我们应该用amon prosecute prosecute 极物动词依法处置 因为它是极物动词 所以我们可以有被动语态的形式 稍后我们在课文中就会见到 好 这就是我们143课的单词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再见